因為他還是有一些程式撰寫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的程度假如說 選擇是入門的話 那你恐怕要一點點心理準備 因為這門課程 有一點難度 尤其是說如果你要牽涉到撰寫程式最困難的地方 第一個 就是一個字都不能錯 程式很麻煩 因為 哪怕是程式沒有幾個字啦 但是你只要一個地方打錯 他結果是錯誤的 所以一定要 非常的小心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你每個地方都要徹底了解 為什麼因為他每個地方如果只要一個地方你不了解 你可能也是有做錯的話 那程式等於有bug 有bug你runrun不出來 哪怕你是已經99%是對的 只要有一個地方是錯誤 這個程式就不能run 哪怕是很簡單的程式 所以這裡面的話會牽涉到很多 這個 你要必須要細心 然後要一定要完整了解 那再來第三個也是大部分 學完之後同學 的問題 因為他學完之後他發現他不會用 他不知道怎麼用 為什麼不會用 其實我發現 最大的問題還是 你 不熟練的問題 因為像這種東西 一定要非常熟練 也就是說你不能說 你想到但是你寫不出來 也就是說 除了要會之外 一定要非常的熟練 那怎麼樣可以熟練呢 就是反覆練習 但沒有別的 訣竅 就是你要花更多時間 在實作上面 後來我發現 其實大部分人學這個課程 最大的問題 都是 很會講 但是做不出來 看很多書 但是寫不出來 一堆人買了一堆VBA的書籍 那每一本書寫都不一樣 看半天 照著寫 還是跑不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發現 如果我說 你們要學會啦 我還是盡量把時間 放在那個什麼的 你們比較會有問題的部分就是教你們實作 也就是教你把它做出來 OK所以我們會比較多時間就是 反正以眼見為平 做得出來才算數 如果做不出來 一切都是假的 OK 哪怕你很會說 我發現 職場上很多人都很會說 但是你叫他做 他不見得做得出來 OK 所以我們是屬於那種比較不會說 我們就默默的去做啦 我們有多少就說 就做多少 OK 所以盡量的話 我覺得 我們的著重 著焉點 還是在實作上面 那當然不是說不講理論 後來發現理論你怎麼知道 你做出來你就知道了嗎 對不對 很多事情是你根本 那 就是如果你做不出來 跟你講再多 其實也有時候也是有點負擔 也是多餘的 因為你事實上很多 但是你做不出來 OK 所以這點的話可能要 讓大家了解一下 OK 所以我們這門 三分之一 每個都三分之一 那怎麼辦 我只要 所以我最後 我跟大家講說 我只取一個中間值 反正呢 我就是 以中間 如果你自己選入門的話 那 你就要多花時間 OK 那沒辦法 如果你是高階 那你就多做一些 我可能額外放在雲端上面的 練習題 如果你有問題 你可以發問 沒有關係 OK 那當然會比較取一個篇 如果說你程度比較不好的話 我會把影片錄下來 你回去可能要多花一點功夫啦 OK 這個沒有別的訣竅 學這種東西其實也沒別的 沒有 我是覺得也不需要取巧 而且應該也沒有那種速成班吧 這東西怎麼速成 真的是要穩扎穩打 反正你就一步一步踏實的 去把它學好 那你就可以 很容易就可以 把它用出來了 那再來的話 上課以哪部分為主 OK 所以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看一下 大家同學最想學的是哪部分 大概 第一個最多的就是 那個 制定函數 VBA 那所謂的VBA制定函數 就是 在Excel裡面可能沒有提供對應的函數 可以解決你 工作上的問題的話 那當然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透過VBA 自己去撰寫一個 量身訂做的一個函數 它就可以完完全全 根據你的需求 去解決你的問題 也就是把這個函數寫出來 你的問題就馬上套用 馬上解決 OK 那這個也是VBA的範疇了 那什麼地方會需要用到 其實我發現越來越多 因為你只要工作上 越來越複雜 那裡面 當然 Excel沒有提供給你對應的函數 你就沒辦法 很快的把一件事情解決 那怎麼辦 那當然 也許你還是要 延伸到VBA 這個可能 已經沒有辦法 這個 有其他的解決方案了 OK 而且你會發現如果你用Excel的時間越多 那你學這個的必要性越高 因為呢 如果你這個學好 你的工作絕對會 比別人 更愜意 因為很多人我發現學完 有學跟沒學 還有學之前跟學之後 那個落差還蠻大的 我看到還蠻多我以前教過的學生 學會了之後 他工作就不用每天加班了 而且 輕鬆愜意 其實是等著已經 其實已經很多時間 等著是下班 因為他已經做完 但是就不能讓老闆知道 這些怎麼樣 還要裝忙 對不對 就是 也不能 馬上交出去嘛 不然老闆會又再丟 更多東西給你嘛 OK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他有多時間怎麼辦 所以他開始 也是利用Excel 他也是在練功嘛 就把自己的 其他專業 尤其是處理這種 這種 這個 程式部分呢 反覆再多多練習 他 就把這個技能 給提升到一個境界之後 他發現 他的工作已經沒有辦法滿足他的 他的專業了 所以他可能開始有更多的機會 更好的機會 那 所以第1個 第2個 同學選的最多就是 那個什麼呢 多工作部的自動化 這個蠻多同學會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越下面的部分 越困難 也就是說 如果 你要能夠 去做到多工作部之前 恐怕你要先了解 什麼叫做工作表 工作表裡面還有儲存格 還有範圍 還有欄跟列 但如果說你在小範圍資料處理 你還不純熟的話 你要處理大範圍的資料 恐怕會有問題 OK 所以這個也許啦 之後如果有機會啦 當然我們再來看 這個難度其實是非常 相對的比較高一些些 可能跟各位講一下 越下面的部分 然後 還有哪一些 錄製劇 這個會講到 另外的話 高階函數跟進階的應用 這個也會講到 也就是說呢 那我這邊會特別提到就是 你應該會的這個函數 那你如果不會的話 那我會特別 跟各位強調 其實發現很多人 一些應該會的函數 可是卻不會用 那會造成很多問題 你還是效率不髒 可能 該做出來的報表 你可能就變 只能塗法煉鋼 那真的會非常浪費時間 OK 所以盡量的話 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式 可以完成這些東西 OK 大概是這樣 還有什麼 VBA的表彈 然後 在 就是 網路 爬蟲 那跟各位講 爬蟲這個 Sale 其實有提供一些簡單的功能 不過我建議 如果你要 學爬蟲的話 我還是推薦你們可以再去學一個Python 因為Python 跟VBA比起來 在爬蟲部分 Python相對會 比較 能夠做更多的事情 而且更快 OK 當然不是說VBA不行 只是說VBA 他提供的功能可能 會有一些 跟Python比起來 沒有那麼 那麼完善的地方 OK 所以這部分大家了解一下 為什麼上這 來選這門客 因為這個大數據分析 雲端應用的趨勢 所以要學習 現在 我發現現在職場 真的不會這些東西 真的很難混 OK 因為你要真的要 有效率提早下班 上班非常愜意 那你必須要在你專業技能上面要一定提升 什麼叫大數據分析 什麼叫做雲端的應用 這個可能你們要 要再去了解 那當然其實我們用以色 VBA實際上就實踐 大數據分析的其中一個部分 就至少是資料整理的部分 效率一定是比較高的 那再來的話 那再來的話呢 還什麼 單純是對資本有興趣 OK 那還有工作上有需求 八個同學 為什麼來上 應該 那個 網站上看到的 我發現 我們這門課因為 有政府補助啦 所以 相對的 還有一些同學是從我的部落格上面找到 OK OK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 第二個就是我們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連結 請各位自己在 第一個下載 什麼的 下載這個 範例檔 剛剛提到 下載範例檔 之後解壓縮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在雲端上面還有放講義 如果你需要資本的講義的話 因為這個是一個PDF檔 那你可以直接下載它 然後打開列印就可以了 當然如果你不需要 當然我還是建議啦 你就是無子化作業嘛 要不就是怎麼樣 你就是在你手機上也可以開我這個 下面那個連結 一樣可以在手機上打開這個講義 也是一個PDF檔 你也可以在手機上打開PDF檔 也可以直接看沒有問題 如果你覺得手機太小 你找一個平板 OK 諸如此類的也是可以 得到需要參考的資料 講義部分 那因為講義是 這個可能 之前編的 當然跟我們這個上課 大致上是 相符的 可是如果 我們這個課程有一些新的補充資料 或者是 更完整的 因為在PDF裡面沒有辦法複製程式嘛 那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寫程式擔心寫錯的話 我會把 答案都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如果你將來擔心你程式寫不好 雲端上面都有對應的 答案的截圖 或者是說你要寫VBA的話 從來從做過一遍 這樣的話呢 可以減少你的挫折感 其實我發現很多同學 都不難 但是問題你只要 稍微有閃神 比如說你下班 因為很疲勞 來這邊上課 精神有點患善 突然有一個地方沒有聽 聽到 你可能就做不出來了 那就做錯了 OK 那沒有不用擔心 雲端上都有解答 OK 但是你要知道 善用雲端 所以 這部分的話呢 跟各位 講一下就是 將來所有的資料呢 也都會在雲端上面 所以請各位慢慢要熟悉 我雲端 的相關資料 我建議這個可以切換的 它 預設好像是 比較大的什麼格狀檢視吧 這看起來太大了 你可以點一下那個右上角有個清單檢視吧 然後它就會變一個清單 感覺看起來會比較清楚一些些 大概是這樣 當然另外的話 我也建議 各位如果對雲端 不熟的話 建議啦 至少 你可以先從雲端硬碟開始學習 不知道各位對雲端硬碟說 雲端硬碟非常好用 而且又不用費用 它免費給你15GB 我所有東西都放上 像剛剛那個 問卷有沒有 其實 這個問卷怎麼做的 其實也是利用什麼的 Google裡面的雲端硬碟裡面新增一個什麼新增一個表單 表單 填上去什麼呢 填上一些像主標題 有沒有這個主標題 副標題 然後給 題目 裡面當然就是簡答 沒有段落 其實我只有用簡答跟選擇就單選 核選 核選就複選 其實123 三種 就完成了 那把我的問題做好之後 這邊有眼睛有沒有 預覽一下 其實這個就是最後我給各位的那個連結 但是因為這個連結很長 怎麼辦呢 我就把它複製之後 再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GG.GG縮短網址 有沒有 GG.GG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縮短網址的服務 它是免費的 那就把什麼 把這個剛剛藏的網址 貼上去就好了 然後呢 按一個shooter 短網址就出現了 我就直接給 GG.GG FB O5 Z 如果你需要給手機去填的話 就是 右下角有個QR Code 這邊就有個QR Code 手機 掃一下QR Code 一樣可以連到表單 也一樣可以填 那個答案 OK 那我可以馬上統計出來 這什麼地方好用呢 像之前有同學學會之後 發現呢 用在公司 比如說要糾團買東西的時候 非常好用 或者現在很流行什麼Foodpanda UberEater 中午要吃什麼 趕快 大家填一填 用這個就好了 不然以前你要用紙本在那邊大家填半天 導播用這個 非常簡單 有沒有 所以我發現同學 這個東西說真的不用花三分鐘 如果你熟悉的話 馬上事情就搞定了 而且未來如果你們 公司如果 沒有擋那個Google的雲端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用這個來做啊 取得客戶端或者是使用者端 的一些資料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表單嘛 有沒有像我剛剛問卷不是 就很快你們就填完 馬上我就有一個什麼 你們填完之後呢 按右上角會有個 一直比 我就可以看到你們的 什麼呢 回復結果 也會自動產生圖表 有沒有 圖表就出來了 你看 自動幫我把那個派圖畫出來 馬上知道了 有沒有 那我就直接可以截這個圖啊 而且我後來發現他這邊還有截圖功能 還可以幫你把那個 把圖表有沒有 之前本來沒有這個功能啊 他還可以幫你複製這個 複製這個圖表 以後你可以什麼 比如說你可以貼到Word 貼到PowerPoint 馬上就有一些 你看我做完馬上 連畫圖都不用 直接幫你畫好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做個報表 我們這一般的那個什麼 就是程度 報表 有沒有 PowerPoint我貼上去 我馬上可以知道 本班 程度 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入門 OK 然後上課希望上課哪部分 這個就復選題 馬上就OK啦 不用花太多時間嘛 所以 學會雲端的應用 真的可以節省很多力氣 我剛剛講的東西在哪 我重點維顧 一 Google的雲端硬碟 應該知道在哪裡吧 雲端硬碟 OK 第二個 手機裡面也有一個Google雲端硬碟App 也就兩邊是相通的 你東西放這邊 你手機上看也看得到 他兩邊是相通的 OK 雲端跟手機 完全 是沒有隔閡的 OK 還有什麼呢 其他的 像你們如果 應該 Gmail應該沒有 應該 大家都有了 然後YouTube 如果 當然YouTube應該 大概 陌生吧 像我錄影的東西有放YouTube 還有呢 相片 Google地圖 等等 太多了 你就把這些 至少學會吧 你說雲端應用 有哪一些 這最基本的 OK 所以請各位 第一個 先問卷 如果剛剛都填完 第二個的話呢 請幫我 把那個 範例檔 先下載 解壓縮 那先試一下 那待會我們就要 進入到課程 今天 剛剛是沒有切畫面 將來 可能我會再切畫面 類似像這樣 我試一下 應該各位可以看到 畫面 不過這邊有一個比較 應該也不能算缺點 就是那個 玻璃會有點折射 所以 將來如果你們看那個 螢幕的時候 假設覺得會有 一點點折射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自己喬一個角度 或者說稍微遮一下會怎麼樣 因為這邊 燈光有時候那個 日光燈 可能會 照到那個玻璃的話 會有那個折射的問題 OK 先 把那個剛剛講的部分先完成 另外的話 如果你對那個 Google的雲端不熟 我建議你可以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還有就是說 我的雲端上面的東西 當然你也可以備份到你自己雲端上面 你應該會不會有一點點折射 就應該會不會有一點點折射